掌上明珠 掌上明珠 此菜为广东传统风味菜肴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虾胶200克 鲜鸭掌 西兰花 调料有鸡蛋清 湿淀粉 火腿粒 味精少许 精盐少许 胡椒粉少许 还需要有绍酒 白糖 芝麻油 干淀粉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炒锅上火 放入水烧沸 再放入去骨鲜鸭掌焯水 鸭掌插透以后捞出沥浸水 放在结布上吸去多余的水分 然后再装入容器中 将制好的虾胶放入容器中 加入盐 味精 胡椒粉等调味料 搅拌均匀 把鸭掌 逐个 蘸干水分 掌心蘸上干淀粉 再放上制好的虾胶 再用鸡蛋清抹平 盐上火腿末 成为批料 装入容器中 鸡蛋清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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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士 沸宇 前 achie 蒸锅上火 放入水 烧沸后将制好的披料放入锅中 蒸制约六分钟左右后取出 炒锅上火 放入水烧沸 再放入切好摘净的西兰花 加入调料 少许的油 盐和味精焯水 抄透以后倒出沥净水 将蒸好的鸭掌取出 然后把鸭掌逐个码入点缀成型的盘中 再放上焯好的西兰花 然后炒锅上火 放入上汤 盐 味精 绍酒 胡椒粉 白糖 水淀粉 少许的麻油 汤汁浓稠后浇淋在原料上 这道菜制作的时候要注意 蒸制时间不宜过长 它的特点是造型奇特 咸鲜香适口 210-410-410-310-630